欢迎收看股市群运会 我是范英华 今天加全指数呢 这个早盘来说的话 开高走高 最后面呢是上涨了73点 收在了8333点 今天量的部分呢是804亿 今天台指期结算呢 大家都觉得说应该会 在相对的高档来做结算 但是接下来呢 在明天开始重头戏就要登场了 那么明天后天 整体的盘势来说的话 要怎么样进一步的掌握 盘面上的亮点 今天大家会发现说 生技族群依旧是非常的强劲 那么在瓶盖的部分呢 虽然说也是有所表现 可是好像差强人意耶 那么在整个这个族群的部分 怎么样进一步的掌握 好我们赶快要请到 是人员投顾的曾飞医师 王信杰 信杰哥你好 依华好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无安 好 信杰哥 今天这个上涨了73点 大家都说拉高结算 是蛮有可能的吧 但是呢 下个月怎么看呢 因为现在已经 这个期货已经换仓了 再加上礼拜四礼拜五 这个美国联准会 又有最新的不确定因素会出现 这个盘势要怎么来观察 我想其实谈到 整个大盘交据指数的部分 我们从记得在上个礼拜 其实就在节目中跟头 这么讲清楚 从整个外资在台词 其实是不多单的 那虽然过去这几天 外资有逢高在做 获利调节动作 但是至少到昨天为止 仍然有一万多口的一个多单 还在什么台词级这边 那我们也讲的 这边已经走本来就注定 一定是称赛相对高档结算 甚至在搭配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一个大涨 我想我们在今天早盘 盘前开盘之前 也在FB的股市情侣会里面 所po的文章 告诉各位投资 这个盘今天就是注定 已经是称赛相对高档结算 好那整个这边结算完之后 我想刚刚其实 易娃也提出一个非常重点 也是投资最关心的 那今天称高结算之后 接下来 9月份的中下旬 接下来 10月份的台子期 会如何的一个变化 那我相信其实就是很简单 短线这边 未来这几天 还有没有能力 来挑战所谓一个 8500点到8500点的颈线 甚至是季线的一个反压 那就取决在 明后天的整个 美国的FED的利率决策会议的一个结果 那据所知是应该是最慢 应该是在礼拜五清晨 整个美国的FED的联总会的一个 会不会升息 就心里就有数 那至于会不会升息 我想应该第一个影响是短线 第二个我必须在节目当中跟你讲 升息就未来的趋势而言 会比不升息还要好 所以当现在市场 都希望美国不要升息 但是我反而会告诉你 有时升息 尤其从在整个 步入一个升息巡派过程当中 升息会比不升息还要好 那至于美国的短线的升不升息 这礼拜五的本周升不升息 我想影响的只是一个短线 我刚刚所讲的 大盘的家群指数是还有多少 短线还有多少高点 能不能来挑战8500点 那个就是一个短线的重要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 那如果不能这个大盘家群指数 未来这短线这几天 有没有机会来挑战 仅限8500点 或者季线的一个反压 那季线应该在未来这几天 也会慢慢扣体到 向下扣体到8500点 到8555点这个区间 那我认为 这个都是一个极短线的变化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过去也在节目当中 跟头都分享过 空头市场里面 抓转折 利用软体的指标 利用软体的指标 或者我们盘中的讯息 帮你抓转折 会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会发觉 如果在过去几年 拖头市场里面 说真的 你就是什么 积极折股做多就好了 因为大盘趋势 短线震荡完 仍然是往上看 如果是过去 之前前两三个月 那是一个空头里面的 一个大波段的下跌 你只要说 每天喊空 每天好像做空 每天喊空好像就是对的 因为就是大盘指数是什么 慢慢往下跌 但是因为当大盘指数 这波跌了将近3000点 跌到了7200点 稍微跌破了7800点的 一个十年线的支撑 甚至包含政府基金 国安基金已经开始在出手 干运救世的过程当中 我们记得在 大概三个礼拜前 当时指数在7500点的时候 就跟投资讲得很清楚 从现在开始 已经不是你死多头 可以赚得到钱的 更不是死空头的人 在股票市场这波会赚到钱 那也许投资人说 那老师 为什么如果这空头市场里面 死空头操作 为什么赚不到钱 因为你别忘了 空头市场里面 会有跌升的强力反弹 万一你空在地板 一波嘎个离1000点 一波股票平均嘎你三成就好了 我们不要说已经有股票谈四成五成 甚至创今年波段新高的股票 嘎你三成就好了 看你如何情何以堪 你看着指数在涨 你看着很多股票在涨 你看到很多 能够掌握到这一波的反弹波的人 赚到钱 很开心在赚钱 但是你却是空头被嘎的时候 你是农券被嘎的时候 我相信心里头的滋味 绝对是很不好受 甚至如果万一是 之前 可能沿路手上都是股票 但是最后 很可惜 没有听下我给你的劝告 千万不要再7500点以下 把股票砍在地板 而且我说你砍完 如果你反手还可以什么 确定要反弹再买回来 那还OK 对不对 你还可以在这波 把过到多的 这波的千点反弹赚到钱 怕只怕 在低档区 跟着空头的专家 竟然把股票砍在地板 反手再空 然后眼睛看着指数涨1000点 你被嘎了1000点 我觉得这是可能是 过去这一两个月来 或是最近这一个月来 最可惜的投资朋友 那为什么会发生 这种事情里面 很简单 我说其实在股票市场 除了说 第一个你要能够抓住 一个关键转折 多空的 掌握多空的双向操作 第二个就是 在股票市场最忌讳的 也就是通常 多数投资朋友 以及多数专家 会犯的毛病在哪边 涨时看涨 像现在涨 会越看越乐观 跌时看跌 跌的时候 越看越背宽 当跌到7500 7300 7200的时候 你就要看4000点 你就觉得这个 难道连个一丝的 多头反弹的机会都没有吗 空头跌声反弹机会都没有吗 也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 跌时看跌 越看越空 所以没有掌握到这一波 没有在低档 听一下我们给你的建议 我想我们在这边 你出青石股下来 这1000多点杀盘 我最恐慌的杀盘 我带你避开的 第一档 我在7500点 虽然我没有在7203点 当天最低告诉你 这边就是最低点 但至少隔天在7500点 我也在节目当中 公开的告诉头 这个盘要反弹的 那既然这个盘要反弹的 请你这边要先做多 你一定要做空 空头市场里面要做空 也请你至少等到这一波反弹结束 出现败笔了 出现卖讯了 或者高档已经很有限的过程当中 你要空再来空 我想至少到今天为止 所验证我所讲的是对的 一切都还来得及 但是你会发觉 这个就是我讲的 当你跌时 越看越空 涨时看涨 跌时看跌的时候 这一波 涨了1100点 空单如果被嘎了1000点怎么办 指数被嘎了1000点 手上的空单平均亏三成 平均被嘎空三成 短短这三个多礼拜 竟然有人空单被嘎了三成 现在只好在过去 最近这几天以来 只好在这边空单认赔三成 停顺出场 然后告诉你只能 左手观望等机会 对不对 你要的是这个结果吗 你要的是把股票砍在地板 之后反手被人家嘎 然后放空之后被人家嘎空1000点吗 平均股票被嘎三成 据我所知道的 手上空单平均这一波被嘎了三成 做多都好像没有赚这么快 可能很多投资 过去那一波多头下来亏的钱都还没有这一波空投什么 被嘎的亏了这么多 那这个就是你没有掌握到转折嘛 那我说如果你没办法掌握到转折 我的投资朋友 我想我每次跟投资朋友讲 软体 跟科技一样 都是日新月异的 包括苹果的手机一样 可以从第一代出到现在 去年第六代iPhone6 今年都可以出到iPhone6s的 明年iPhone7都可能要出来了 所以我说也许很多投资朋友 可能你 过去也曾经 或者现在也还拥有 其他专家的软体指标 但是我说过的 时代会改变 股票市场会改变 对不对 所以你要拥有的是最新的 时时刻刻有坚强的研究团队 研发团队 在帮你研究 研发新的一个什么 指标出来 对 随时帮你做修正 所以我们有经济版改良版 但是你会发觉 我们的经济版改良版 我们都不会再额外多收你费用 对不对 然后就直接自动的在你什么 每天在什么 盘后电传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自动帮你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过程 对不对 但是我说如果你在过去这一千点的反弹里面 很可惜 竟然有人可以空单被嘎一千点 没有出现任何买进讯号 很可惜竟然有股票可以被嘎空三成以上 没有出现低档的 难道这一波弹的一千点 股票没有出现买进讯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 请升级你的操盘工具 我今天特别还是开放给各位投资 软体换软体 今天你只要跟我们线上分 只要你有联络上的人 我今天全面帮你 吸收转换 我今天全面帮你做吸收转换动作 那这个机会你也知道 不是每天有 不是每天 你当然每一天要来找我帮你做转换 做转换成我的软体 我们的软体操盘工具都OK 但是我刚刚强调重点是 并不是每天有这么好康的 全面帮你吸收转换 全面无条件的帮你吸收转换 今天有特别开放给大家 好 那现在重点回过来 当这个盘现在涨了一千一百点 我刚刚也讲了 股票市场最忌讳是怎样 第一档看太空 空在地板被嘎空一千点 但是同样的当现在涨了一千点上癌的 涨了一千一百点上癌的 整个大盘加全指数上癌 你也千万不要认为 这个上癌这个叫多头的 我相信这波挡到这边很多人都说 这是多头多头的 多头市场叫做请全力做多 没有任何风险意思的 我个人的看法不是这样 因为很简单 我先不肯跟你谈基本面 我说旧基数面 旧线润线就好了 这条年线 这边的半年线年线是下弯的吧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年线是下弯的 而且未来是扣高下弯的 这已经是一个趋势了 这代表是 这个是中长空的格局还没有改变 第二个 季线现在在这边 我刚刚也跟头之后讲 大概在八千五百点到八千五百五十点 因为季线是下弯的 对不对 那如果整个大盘加卷指数 这个均线都是下弯的 你觉得有可能像一些 现在这一波谈刷就跟你说是多头的 这个台股就这样子一路看回不回 就这样吗 一路看回不回 一路一直在涨涨涨涨涨 一路可以涨到八千五 八千五过得 可怕八千八九千九千九千五一万吗 如果你因为手上有很多股票的人 或者看到今天指数 才再继续上涨创新高 你反而从之前的极度悲观 马上变成现在的极度乐观的 以为这个台股又有什么清空万里 要上万点的投资朋友 我说真的 我又可以可预见到你的未来的 之前我在这边有说 我可预见到空头专家的未来 先被嘎空嘎大爆再说 事后我讲的验证了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如果你这边认为 这个盘会直接清空万里上去的投资朋友 或者你现在还满手股票的投资朋友 当然我不是说 明天就把所有股票出光光 我是说当如果 大盘反弹告一个段落 这波反弹结束的 要下去震荡砸底的时候 你手上股票 你是不是要该留意 当你的手中股票 如果出现反弹结束的 转弱了卖讯的时候 你该不该高出地径做一下价差 先高出之后以后下来整理完 第一档团体指标 再出现买进信号的时候 你再把它补回来 我相信至少你手上平均的 你手上股票平均 大部分可能都有20%的价差可期 都有20%的价差可期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回过来 我想要直接一波谈到 连线9000点到9000点上下几率 应该是比较微乎其微 所以我个人刚刚看法很简单 我不是死空头 不是每天喊空喊到这边的 还可以天天喊空 当然有一天喊到对 我也不是死多头 每天做多做多做多 当然有一天对 我这边跟你讲 你要出股票 积极的叫你避险 包含在大财富 包含在个股 金融股那时候崩跌 包含在那个时候光通讯的光环 从78.8跌到57 当然当时的什么太阳人股票 我想过去我不浪费太多时间 多提了 我就提这一波 至少带你又做多上来 但做多到这边 如果这边已经 激临一个季线反压附近 我不晓得短线这几天会不会来 但是我的看法是 如果有来是接大欢喜 那为什么有来叫做接大欢喜 原因留在那边 如果你手上有股票的投资朋友 大盘指数能够多弹个一两百点 或许你手上股票 也可以再多弹个五趴十趴 你至少你手上股票 有比较好的价位可以卖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高兴的 第二个接大欢喜在那边 如果当这个盘再弹上去 越接近近线上下附近的话 那是不是至少可能 短期间会有个拉回整理 会不会破底 我们到时候再看国际股市 以及未来第四季台股的 基本面的变化 我们到时候再看基本面变化 但是如果就整个技术面来讲 我来到季线上下附近 不管过与不过 你看就算当时华雅科过的季线又怎么样 还不是给你拉回整理 打不过可以的话 帮我们带下三四七四华雅科一下 的K线图 对不对 为什么今天一开始都不跟你谈基下 我都开始跟你谈这个东西 三四七四华雅科的K线图 很重要 你看过的季线爆料又如何 带量过季线看起来好像喷了 怎么喷了最近这两三个礼拜都不会动 今天大盘涨七十三点 他还是瘦黑的 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一过来再看我的K线这边 代表说这个盘如果有再冲高 皆大欢喜是什么 上海第一个 你有手上的股票投车 有比较好的价位卖 第二个冲上去的话 是你另外 是什么 他一定会回档整理 那如果冲上去 未来一定会回档整理 是不是你另外一次 当上涨千余点之后 这才是你另外一次的 比较好的 出手 避险的机会 而不是已经被搁空1100点 然后这边选择观望 在整个相对高党区 反弹接近末端的时候 选择观望 7200点为什么不会叫你选择观望 7500点的时候 为什么不会叫你选择观望 搁到8300选择观望 所以回过来 如果是这样子来 投资朋友 我继续帮你做个结论 越逼近机线上下附近 来 这边自卡 这边自就好了 短线你 以提高警觉 你反而要提高警觉 这是我的看法 我提供给你做参考 好那你说 如果提高警觉 是代表这边 我从明天开始 老实话卖走 我观望了 错了 我认为是如果你过去这1100点 你有跟着我们赚到钱的投资 我恭喜你 我们继续趁盛追击下去 但是如果过去这1100点 你没有跟着我们赚到钱的投资朋友 我希望你下一档股票 杀手四七 它反而就越安全要涨了 那为什么你说 老师 你如果说大盘指数上去 要提高警觉 一定至少会有个短线的 或短波段的拉回震荡整理 那为什么还说 杀手四七这档股票会涨 老师你这样子讲话 不是感觉让我们觉得很矛盾吗 看似矛盾 但是如果你了解 杀手四七这档股票是在做什么的 你会发觉我们的策略 完全是正确的 因为杀手四七这档股票 它刚好是逆势 什么叫逆势股 这一波大盘涨它不会涨 它反而会休息 换句话说 如果当大盘这边涨完下来 它反而会涨 你说老师 刚好这块股票 我跟你说就是有 所以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如果当这大盘加权指数 如果当这个大盘加权指数 看到短线的高 短波段这一波的反弹的高点 下来震荡整理的时候 当指数会跌 听清楚哦 我不是说今天就是最高点 明天 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未来这几天 看美国的一个 年准会的一个利率的动向 如果当这大盘指数要 指数要回档的时候 要跌的时候 代表80% 可能如果你手上股票投资朋友 你手上股票80%会跌 所以要注意 当出现转弱卖讯的时候 你手上股票平均可能会跌两成 不要多跌两成就好 你觉得该不该闪一下 好那如果说 当很多股票在跌 指数在跌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时候是我们的杀手时期会长 到时候你就又要看我们在表演室了 就好像过去这段时间 很多看空的人 很多空头的专家 看着我们表演了三个礼拜 看着我们表演了 看着我们不要说表演 我们就实实在在带我们家族成员赚了三个礼拜 赚了一千一百点 从整个上阵二叉 法亚科的买讯 卖在这边 我这边公开告诉你卖了 对不对 你看卖了就没高点了 之后的异光 对不对 我们最近这段时间这样子 美丽 对不对 二十几趴 再看下去 我想这些过去的 我不让我刚刚讲 过去的你有跟到我们任何一档股票 或者全程都有跟到投资朋友 我们非常的恭喜你 我们都非常的恭喜你 热身 这个都是公开讲的 搭配我们软体指标 甚至到整个上个礼拜 所以我说上个礼拜的活动很重要 你看我们在 既美丽 异光 热身 单仅上个礼拜大涨之后 我上个礼拜 在台北办的这个活动 是不是直接跟你讲 IET 英特勒 你看这场股票多强 几乎三天三根涨停板 导播可以帮我带下 4971的分十手势图 几乎三天三根涨停板 礼拜一涨停 昨天涨停 今天盘中差一档再涨停 对不对 不是只有差 老师最近的生技股很强 你来 你如果上个礼拜 有参与我们活动的投资办 还有我们家族成员们 都可以都赶快帮我做见证 这个都在盘后的传承卡 都在上个礼拜的活动里面 推荐的标的 东阳 之前做了一波 这波在第一档出现买讯 今天再创新高 东阳 有没有在上个礼拜活动里面 极力给你推荐的标的 也是这样连续 天天涨 可以看 志勤 对不对 志勤今天涨停板 志勤有没有在上个礼拜活动里面 给你推荐的 联合股科 今天大涨 也是股价几乎逼近今年的波段新高 这个都是我在 你看今天就算生技股很多很强 我在会场跟你 我在活动会场跟你推荐三档 就是跟你讲这三档 我不会突然说今天成德涨停板 我们又有跟你推荐了 推荐什么 买什么就直接告诉你买什么 好但是现在重点 刚讲如果不过 之前的 那些 一光美丽那些股票错过的 或者这个礼拜的 英特雷 生技股你错过的投资朋友 我讲过的 反而越接近 线上下附近 你可能要 越短线要越提高警觉 回过来就是这档杀手势期 你这档股票 应该是要把握这些 盘中震荡逢低的一个好买点 因为 当大盘指数要回档的时候 当很多股票开始要回档的时候 它反而准备要大涨上去 所以如果到今天为止 你还不晓得是杀手势期 是哪一档的投资朋友 今天 我再直接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我只能今天再直接 跟各位亲爱的朋友做分享 因为我只有一个想法 一个目的 我真的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你能够在股票市场里面 掌握多空的转折 在股票市场里面真的赚到钱 好不好谢谢 好等一下还有更多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轮员投顾认真负责专业 结成为您服务 服务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每天看电脑 眼睛好疲劳 滴滴乐敦 补充维他命 哇 清凉滋养 仿佛让眼睛深呼吸般 乐敦养润眼药水 老师是普遍人好身材 轻盈窍窍就真的很难吗 经由美国团队多年研究 影响体态关键决定因子 Laptic 绿基小者 必让您鲜秀漂亮 轻盈 健康 青春又美丽 兴配为了鲜奏漂浮胶囊 来自美国研发团队 采用非洲芒果籽特有 Laptic瘦素 可使大脑传递饱足感讯息 轻松抑制食欲 提高代谢 达成体态管理目标 美国哈佛大学更真实 补充天然瘦素 身体自然纤细 皮肤跟你的轻盈 还有你的精神状态 就好像回到年轻的时候 少女般的感觉 真的很简单 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除了他 我的负担变小了 还顺利找到了工作 现在的我 找回了活力的自己与骄傲 我真的很喜欢哦 女人到了这年期以后 精神代谢变慢了 我整天不知 手抖脚抖的 体重依然没有弄得起色 对身体没有负担 又是天然的 精神代谢变好了 发现晚上睡眠品质变好 整个人都精神清爽了起来 是的 含有非洲芒果籽萃群物 羊车前趾骨 水溶性维生素B群 有助于促进代谢 膳食纤维可促进肠道蠕动 增加饱足感 达到体态管理的效果 您有专利证书 即通过SGS检验合格 不含任何减重药物 重金属及西药 是安全有效的 最佳体态管理师 本档开放一盒 免费体验 请立刻拨打 0800-528-999 0800-528-999 有露安最感冒头痛 真有效 有效是当年的 好人才是高兴 有露安莫何口味 欢迎回来到股市群回 今天在这个生计股 的确表现是非常亮眼的 可是很多人会担心说 会不会短线有点长太多 接下来操作策略呢 新杰哥 我想其实 易华提出来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今天从整个 各大报的各大家的记者 或者说在盘中连线 甚至今天很多投资者 透过FB的股市群回 或者直接打电话 直接跟我们线上服人联络 说帮我问一下 你们王老师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对生计股 还算是蛮专业的 在整个业界算是蛮专业的 但是说还不会去追 我个人的看法是说 如果你之前在低档 没有买的投资朋友 我想如果你当初 拥有我们的团体指标 你看很清楚的东洋 两阶段的上工 对 两阶段的上工 两波 我想我们都在节目当中 告诉你 也全部都把你掌握到了 对 自行 这一波杀到低档 155块翻多 出现反弹翻多的讯号 我想到今天涨停板的部分出去 都已经帮你掌握到 甚至包含在联合股科 对不对 今天的整个 已经股价也逼近今年新高 但是谈的这些生计族群 我今天必须跟你讲 我今天 针对生计股 我在coach里面 有建议我们家族成员 做获利调节的动作 今天我有开始在调节生计股 那为什么这边 我针对一些股票 再开始做获利调节 原因留在哪边 我想刚刚在上半场 我跟投资这么讲的 我不奢求股票 我每档股票都买到最低 卖到最高 我只要买在相对低档 7500点进场 我只要卖在相对高档 8300点以上 越接近季线8500点上下附近这边 我慢慢做一些活红高 获利调节的动作 然后之后 如果这一波 你没有跟上车的投资朋友 不论在生计 不论在英特雷 不论在任何的 跌生反弹的电子股身上 我想我已经跟投资上 这支钩票 是未来这边 我们的主攻股之一 那既然是我们的主攻股之一 代表这档股票 当大盘指数 如果最近看到高点要回档 当很多股票 开始要回档下杀的时候 反而这档股票 准备要大涨上去 而如果你想要把握 这档股票的投资朋友 你今天直接 看现在就赶快 跟我们线上分联络 我今天把这档股票 直接提供给大家 跟大家做分享工作 好不好谢谢